大概4月的第2週吧 那相差無幾啦 相差無幾 這個我想有關於特別僑議 以及發行現金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有法律面 法律面以及議上面的問題 最快1月17號才能夠表決 那表決以後 當然這版本有四個版本 四個版本大概 國民黨的版本 和我們的版本有很大的差異 也就是說國民黨版本 只有發放現金一萬塊 那民進黨版本是不一樣的 差異上沒有結論的話 大概就是表決 假如在1月17號18號表決的話 那 行政院就要在 在接下來的禮拜四 也就是23號行政院會通過 因為條例通過 總統公告三天嘛 那這一塊是2月23號 禮拜四 行政院會通過 預算送來立法院 立法院要審的時候 幹嘛要 要副委嘛 那差不多3月3號的時候 副委審查 那同時院長要來備刑 備刑完畢後再副委審查 審查以後當然有 有所謂一個月的時間嘛 所以這樣算起來 大概4月10號 那一週 可能就可以完成 那大概4月的第二週吧 那相差無幾啦 相差無幾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